第三航廈那件事情 我如果是五年前的柯文哲 我面對這個鄭運鵬這種講話 我就沒有辦法回答 我是當過四年半的市長 我自己實際上處理過很多證物以後 其實對整個台灣的政治我非常清楚 我跟你講第三航廈的局面跟我們那個建嵐車站對面那個北部藝術中心 那個故事一模一樣 那個叫沒有財政紀律 什麼意思 等下說政府預算給你四十億 然後就找一家什麼設計公司 可是那圖畫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五十幾億才做得完 然後預算又沒有變那麼多 後來就變成要追加預算 那個就是來不及追加預算倒閉 廠商金錢調度有問題要倒閉 那我跟你講那種大工程蓋到一半倒閉 那個要散落又要再多好幾億下去 為什麼 因為那個醫療要糾紛還有戒面要怎麼處理 所以第三航廈的問題 我跟你講是這樣 對鄭運鵬我講是這樣 他也是念台大土木系畢業 我常常是這樣 從事政治不要做到最後 良心都不見 意思就是說人家批評你 你想想我們哪裡不對 第三航廈的問題就是在哪裡 預算如果是這樣 你就不要設計出來一個更大的那個 明明錢就不夠 我們當年那個北易 你知道我為什麼後來 後來我把文化局真的從頭到尾K一頓 我說你們如果設計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我以前都不曉得磁磚還有台規跟歐規 台灣規格跟歐規格不一樣 我們那個北部藝術中心 裡面那個磁磚全部給我們歐規 你覺得這有道理嗎 我說你要是裡面買音響要用歐洲規格 好啊這我就認了說歐洲比較高雅 連那個玻璃窗漫那個布漫 連磁磚這種歐規神經病 我說將來這個怎麼維護 所以這就我們台灣一個很明顯 這是綁標 綁定特定團體 不然就是那個 我們台灣做一棟建築 磁磚需要用歐規 你講理由給我聽 需要每一片磁磚都從歐洲進口 今天就是國家最大的問題 我看到那第三堂下就想到我們的北議 但是這樣五大案 我當市長的時候很喜歡罵 我也罵到現在也是不太罵 為什麼 罵也沒有用 把問題解決就好 我也在這地方很明白的講 遠雄要是沒有本事在內湖蓋四十一棟工業債 他哪裡敢去蓋大巨蛋 許志堅不是去新北市當副市長 他才變成貪官無敵的 我跟你講 他在台北市當杜發局局長副局長 就是 我就明白跟記者講 大灣北段一千六百七十八 維園土地分去使用管制的房子 怎麼出來的 你不演話聊聊 我為了這個問題我去問那個法勒沙 我說 我說這轉型正義到底要怎麼做 他跟我說 解決現在的問題 房子以後再發生 如果要追究以前的問題 擺在最後處理 我如果大灣北段沒有先跟我們公務員說 好我們一定保護大家 不要去追究什麼責 我們先把這個大灣北段 到底那個違反土地問題要怎麼解決 先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我如果一開始要擺出一副要追究的樣子 我跟你講今天大灣北段沒辦法解到 我後面還有內湖五七號四百七十六戶 我那個整個內湖的夾城路一上百棟 我這下怎麼解決 歷史就是這樣造成 所以這樣 慢慢的我們這個國家已經不需要指出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發現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是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像社子島這種禁建四十九年的 如果不是像我這種個性的人 沒有辦法解決 我一定要把社子島解決掉 不可能一個地方禁建四十九年 明明就住一萬多人怎麼禁建四十九年 睜眼說瞎話 所以那一定要解決的 我們今天在討論那個環南市場 第一個我現在的余市場也是一樣的 那個拖了 環南市場拖了十八年開工 今年年底要完工的 可是我外面那些 那些違反土地分區使用管制 在住山區在做批發場 我那些要怎麼處理 這個要處理要面對 所以是這樣 鄭英鵬我知道他是念台道土木器畢業的 也是高知識分子 人家批評你 要回去深刻的反省 這個道理我們也變人家批評 是不是真的錯了 我們哪地方改進 我們都希望台灣好 我今天看到 我跟你講 我在講2016年1月16號 我是支持小英的 我怎麼不是 可是你怎麼搞 國家搞成這個樣子 你沒有貪辱 可是你旁邊的美國都有貪辱啊不是嗎 今天晚上call in節目去討論吧 大家可以放另外一邊 我來看看 我來看 我的偶像